看看新闻网 电影《白日焰火》终于在上海绽放了 虽然这个电影已经上映有三天了 可是别人的底气就是足 因为叱咤世界影坛 领跑同档的票房 主创依然是非常的内敛 所以说想要从廖凡口里撬出几句话 实在是需要一点本事的 而在现场温柔清新的贵伦美 竟然被媒体给逼急了 年镜不破拿到新科影帝 征战柏林一举情货双雄 这段日子 廖凡被问的最多的问题 恐怕就是当了影帝之后 感觉有何不同 不过这最让廖影帝怨念的 偏偏还就是没有不同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 我下楼去小麦布 阿姨对我的态度还是一贯的恨 哎呦感情这阿姨也跟您一样有个性嘛 要说起廖凡这个名字 一直让观众熟悉又陌生 别说他演的戏 就连记者和他面对面坐着 想要搭上话也颇具难度 这边几个月来和他亲密无间的贵伦美 都不敢说认识他 偶尔闲话家常啊 讲个没几句 他就会说 你觉得刚刚那场戏 我是不是应该转个头会更好一点 就人格分裂得比较严重 别看拍戏时 廖影帝比谁都兴奋 这一离开片场 他就又变回了那个 谁都不认识的人 而这个获得金雄奖的剧组 也被众媒体誉为最内敛的获奖剧组 我自己都很害怕我 我活跃不了气氛 不过说真的 小美你已经是这个剧组里最火跃的人了 自从白日焰火开旋之后 镜头前又哭又笑的桂轮美 却一直被围绕在痛失影后的舆论里 真的从来没有想要拿影后 而且后续还有人说确实很失落 我都觉得去跟谁确实过这件事了 我完全没有这类的情绪 我太替他们开心了 因为是真的应该开心呢 因为就算是文艺片依然很卖座 上映三天紧账四千万 已然荣登华语获奖影片开场表现最佳 能够持平或者比持平再多一些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满足 过意吗 新闻大线上海采访报道